就是要跟美女面对面了 不不 管机先生 你不可以这么着急 要不要先去冲个良心的之后再说呢 你口气慢 你打算让我着急吗 不过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让我先冲掉我身上的汗臭味吧 我自己不在野白票载 可是我一集就击倒了嘛 特别是外国人的创意很厉害哦 外国人 外国人 精彩的内容 一集就击倒了 现在还在上班呢 有我的允许啊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现在这个前辈 就回家再慢慢看吧 可以吗 如果被他们看见的话就糟糕了 一把年轻了还看这个干嘛 哪呀 光州的兴趣真不错 我 我该怎么办才好 对了 对了